2021年8月31日 星期二的这个鳄鱼谈 较早前在今个月的这个18日 在老鹅的这个地头西迎盘水街里面 发生了一宗的夺命工伤意外 我老鹅可言要跟证我刚才的这个描述 并不是一个夺命的工伤意外 而是人为的夺命工伤意外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稍后再继续跟大家解释下去 而这一宗意外里面有一位树木祖的女工 55岁的这个真女士 在世次这个意外里面 云归天国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殉职 事件一直发展下去 都一直令到很多香港人追查下去 追查下去 原因是死者的家属 一直都在这里说的 政府有很多这些 在处理的过程里面 令人发指的 首先就是吊你的老美 看民署的陷家产 拿这个死者真女士的MPF 这些强积金 抽了出来 就是当是一个恩书金 这些赔偿赔偿给死者的家属 喂 世界上的东西 不许是全家产 拿钱一定是解决了 想到的 另外 也以为毫无诚意 拿一些原本已经是属于死者的强积金 就强行抽出来 当是看书金 因书金这样去做 有没有搞错 你当人家是什么够的 当然 死者的家属也都很担不担担他们 也提出 要安葬死者在这一局的号研里面 不知为什么 就回答运了 好像是仿佛 就是买他们怕 所以掩住他们的口 他们要什么 就是说什么 是不是心有事呢 当然政府到现在8月18日 康民署到现在都未解释得到 试自在水街业的一间简单的 简树的意外 究竟是来龙去物是怎样 事情发展出来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意外 为什么一辆新展出的遥臂车 无论来头就从中断裂 会不会牵涉基建的故障 又或者在操作上出现这些人为的意外 当然了 政府现在不知做什么 去告人的时候 就丢利执行 但是自己怀疑有出错的时候 就死拖拖拖 最好就是你们这群傻子 识事宁人 尽量不认识 给出一个所以言出来的 当然了 死者的这些儿子和女儿 因为全部都是 知书识礼的 有学识之事 你不认识 我没有理由要令自己的妈妈 这样含冤而死 死得不明不白 我就很恩配这位死者的公子 原来他说你不认识做事 就是我做事 立即写信去问 这个 那辆姚备车的厂商 在意大利的Bellini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 将一些邵氏意外的相片 WhatsApp也好 Email也好 给予了这个厂商了解一下清楚 为什么会发生了这一宗意外 当然厂商一看 再看一看就知道 你能否知道到来龙去 便是怎样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一看断折的位置 他就会觉得 似乎这一架车 是经历过一个人为的改装 很明显 而且这一架车 也是非常残疚的机种 是30年前的 恐龙级 古董级别的机车 而且已经宣布停产 换句话说 这一架遥臂车的所有配件 又或者在县坊间里 买不到这架车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可能 而再看回去 更加明显知道 这一架遥伸展出去的地方 有曾经经过改装的嫌疑 似乎加燃了一些物品 去到这个遥臂那里 可能是一些设置 加重它这个重量 而是用一些烧刊的方法 就接驳了下去 而今次这个断口位 就異常之整齐 很明显就有这个 在这个接驳烧刊位那里 出了这个意外 多年以来这一架车 虽然已经是古董级别 但意大利的机械 都是令人信赖的 没见过有类似的事件发生过 很明显 应该出了它的厂 就没想到 有机会 有类似的意外 有什么事的 就可能在坊间里面 搞了这一棵事出来的 而这一架车 也都好像林郑月娥 和这个叶刘淑仪的子宫一样 已经是停车了 那究竟这个看门署 是哪里买回来的呢 看门署的解释 就很令人哗然了 首先它说关咎我事 是机电工程署 在2010年帮我们买的 这个车来的 还有世神砍完 我又说大话 我全个看门署的人 就被雷砍死了 子孙又世世在代做鸡 尾里老妹 永世轮回在中国里面 做这一个中国人 尾里老妹 可能是很重的 尾里老妹 世神匹怨的话 这一架车是没有经过改装的 但是原厂那边一看 尾里老妹就说 说真的 经自己的手不出来的东西 难道他们不能知道吗 就也都说到 这架车是一定经过改装的 那现在就尾里老妹 口同被拗 究竟是全家产 哪个人说大话 就真是尾里老妹 黑习名的经典电影 罗申门一样 你都不认知 葫芦里买什么东西 我当然就好替死者 真女士的家属难过 一个的意外 尾里老妹 你不认为这什么东西 黑博的私人财团去打工 你不认为什么孤寒财主 尾里老妹的旗下的工人 是一个香港特别行政区 在世界上出了名 Excellent of Execution 就是说你们的执行能力非常之好 有制度非常之完善 这个公务员的架构 各样东西有规有矩 有跟有强 有制度 有这一局的程序 为什么会有一批 这样的意外出来呢 事情发展下去 还有一宗令人非常忌惧的事件出来了 当日大家都应该在新闻片段 甚至在立林扎的香港政府的节目里面 我们也展示过一条片段 就是这一架的车 突然之间在做工程的时候 从中截断 整个车斗工作的工作箱 就一声就伏了下来 然后撞到铁臂上 令到在小工作箱里面 工作台里面的一男一女 包括真女士的工人 撞伤了 之后救回他们的时候 真女士已经昏归天国了 这一条片段 并只不过是整体的工作过程的一部分 而当日刊民署也犯了例 原本要从事这些展树的高空工作 理论上他要将一条水阶 都要封了路去 又或者有一些Barrack Barrack 又或者有些人去负责 就是被旁边的交通 千万不要碰了他这一局的工作范围里面 撞撞撞撞撞 就臨得来橡皮棠 撞撞过腊肉 但是他们没有申请封路 就找了一架的政府车 这架政府车 就是站在车的后面 车牌就叫AM4470 这一架车理论上由他出发 在这个沙基湾的基地 去到一个工作地点 这个水阶 其实整个过程都有拍到 所以当这个车镜 这一架的纪录仪里面的记录 到这个意外发生了 当然搞出人命 就要交给警察 了解当中发生了什么事了 现在根据死者家属的 长子去媒体的报道 这一架的AM4470 这一架行车的 这一架的纪录仪车 里面的记录 竟然是屌尼露尾 销灵失了 人间蒸发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当那些康文处人和他有交代 就是将这一架的档案 交给警察之后 就完全没有想备份了 所以由这个烧鸡湾到水阶里面 究竟当中里面 怎样准备设置工作的过程 有哪些工作人员 在这个现场里面 怎样去打点 怎样去安排 也在具体里面 究竟是哪位仁兄 在操作这个工作台呢 当时究竟在这个工作台里面 那两位的工人 包括曾女士 在控制着这个升降 向环伸延的机械程序 还是在车尾里面 额外有工人去调理 在控制着呢 而在整体的过程里面 究竟是在发生着什么事 意外怎样去发生 而在意外发生了之后 究竟是怎样去救援 里面当中牵涉了什么事的工作人员呢 完全是不想得到 再有一件事就是 究竟在一个工作台里面 有没有超出这个重量 200kg 也无从稽考 而根据这个意大利的Bernelini 去死者家属提供的这个资料 理论上 原厂车如果是 要控制这个升降的活动 只是限于 工作人员在一个小工作台里面 才可以控制到的 吊臂、升上、伸延 各方面的事 而现在看民署这辆车 是很明显的 经过这个改装 而在车尾里面 亦有一个 你叫什么 控制装置 在另外可以 让人在车尾里面 摇距 在控制着这个车 如何伸的车 被人在车尾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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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现在的看法 展这棵树 修辑这些树枝的时期 而当时就是将这个 遥臂向上伸展到最能长的 高度 就是扯垒 吓齐 去到22米 它的 最终的限度 而最有趣的就是 再向打环伸展到最能长的 这一个的长度 11个米 看回这个 现在的环境 这样看 其实根本就是 没有想必要 伸垒到它这么长 和打垒出去这么横 大家都会知道 世界上有一条垒 吃这个 看看书 吃苹果 树上面的苹果 跌了它 跌了它的头 它知道世界上有患有引力 地心吸力 这一件事 那你伸垒到最长 和打垒都出到最横的时候 那那个的接駁位 正正就是 这个萧刊的位置 那你想想 承受的这个力量 有多厉重 就是正宗 大春代 大宾州 每天都附和着 你不是说不厉害 那这一局的遥臂 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况 很厉害的可能性 就是因为还经过改装 就有这一局的意外 好了 那现在因为 就没有了这个行车记录 而车镜里面的记录 就不知道 究竟当时是在邵氏工作台里面 控谁在控制着这一辆车 是不是这两位工友 还是在车尾里面 还有一条瘟人 在这里 搅拌一搅 没人照顾 而令到这个事件的发生 那当然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那就是换句话说 在整体监控的这一辆车的 这一辆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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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或者它 合不合安全比例 已经是牵涉到一个体制 机制上的 这一辆人为的操守的疏忽 再不想知道是不是有额外的人 不想对应该不是他控制的车 而在操作上 发生了一些 这一辆问题 令到有工友的身積 那这一件事 当然就很值得 全家去 附近有没有人去搞搞镇 有没有人撞车 撞过去 现在大家都完全都不想知道 究竟这个过程是怎样的 无端端 是死了一个工友 无家产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 叶德权 当然不是 针 거到肉 不也知痛 负责看这个 看文柱的 吼你 民建联的死贼弟 余英伟 兵你 多ament也不关他事 因为 他死了不是他女 死了不是她婆 四个大治 當然是關人糕事四個大字 這兩條的賊頭死了一個公務員 旗下他要死的這個康民署 是扯了一個勁他 當然是完全閉到現在都未能開過聲 一顆星都沒有說過 一句是慰問都沒有 亦都好像事不關己 而這個康民署就托了一頓 一頓就托了一頓 阿萊大卻傳宗 射個波就射到機電署那裏 又說車是他們買入 又說他們答應過承諾 它的情況是非常之好 是不能關咎他事的情況 全部都在玩射球 我就覺得很奇怪 無論如何政府東西 大把預算 這一架車是三十年的機種 如果它在2010年購買的時候 已經停產了 換句話說 你買回來的時候 有很大的機會 就是屌尼老美在市場上的二手產品 第二手產品 有沒有改裝 屌尼老美就很明顯 現在已經告訴你有了 哪個派訂單買一件次貨 買一件二手產品 還買一件屌尼開原子盒之後 不齊件的玩具回來呢 屌尼老美非常耐人尋味 既然你有這麼多錢 這個政府蓋這個 這個全家產 觀塘音樂 近全都蓋了五千萬 為什麼一架的工程車 屌尼老美是要令到工友 開開心心上班去 齊齊整整回家來的 屌尼老美的工具 這麼多留甲仇 這麼多屌射 完全是工友 人命於不顧 你這群混蛋 經常說什麼的職安健 職業安全健康局 說了這麼多的分頂 叫人家屌尼老美上班的時候 要注意安全操守 原來你這群頭自己 practice 那時候 就完全忽略了這個章誠 屌尼老母 你叫其他私營機構的人 屌尼老美怎樣聽你的台戲 好了 既然是這樣 分分鐘除了剛才這樣說 體制、機制裏面出現了問題 可能亦牽涉了人為的問題 更加亦有機會 涉及貪污回湧的問題 誰人家拍板 買這一架車 究竟知不知道買了一架劉甲仇的東西 還是我不夠理會了 明知他劉甲仇 屌尼老美也不算是我用的 屌尼老美 說夠知他 簽了字拍了板 買了回來 我有回湧收又怎樣 屌尼老母 ICAC 是不是應該要做事 這麼多疑點問題出來了 屌尼老美 到現在政府都不能回答一句 屌尼老星 最重要 你在浩原裏面撞了 屌尼老母 搞了點吃碗麵 現在這次的 不能是金錢 也不能是名譽上面的東西 而是要還清死者家族 一個公道 還原一個真相 不能好等下一水的樹木組 屌尼老美的工友 下一次他踏入這個小工作台 當見到屌尼老美的搖臂車 慢慢向上伸展 然後橫橫擺出去的時候 他們的心肝仔就啪啪跳 究竟我們會不會像真女士一樣 是下一個因為屌尼老母 看民署或政府的制度出現了一個問題 大家忽略了工人的安全 而令到他們繼續有機會 屌尼老美雲歸天國 喪命在這個工作當中 這件事當然就是 政府不夠理 都是那一句 官關他什麼事 政府裏面的高層坐冷氣房 屌尼老母 有人就一個專人沖咖啡給他 屌尼老母對供應商 對自己的下屬 對市民擺官威 擺官康 懶是大枝野 有事的就屌尼老母 跟總建華同一個種族 就扮烏龜 縮溝 一聲都不能出 這些狗官 垃圾系官 是人命如草戒 屌尼老母 我真的很想看看 究竟屌尼老母 這件事你怎樣去拆 看民署 你怎樣還死者家屬的公道 現在這個情況 兆氏的地方就是老人很熟悉的地方 就是西營盤的水街 而在西營盤的水街裏面 就有好幾檔的店鋪 都是在兆氏以外的地點隔離 包括這個州記茶餐廳 這個北京餃子園的店鋪 我和這個老闆都很熟悉的 金牆排骨麵 最對面那邊有新的玩具公司 還有這個吃甜品 和喝酒的地方 各個的門外 再包括一間韓國的炸雞店 你們的小路電視CCTV 極度有機會拍攝到 整個案發時候的過程是怎樣的 而你們希望盡量配合黑警 讓你們拍到的這些檔案 交引出來 就頂這個費 還回死者的公道 當然當日如果有的士司機 大佬 任何的賺食車 私家車的司機 如果路徑現場拍攝到當時的片段 希望大家也保留這個檔案 幫幫真女士的家人沉冤得雪 找回死者的意外出來 正宗做回無量的功德 幫回別人一個人的命 了解清楚 不要這樣死得不明不白 那好了 我到現在始終都是 覺得政府現在 將所有的民生的東西 就不夠理 正如我以前的《惡如談》有說過 民生的東西就 關人溝事 四個大字 一切都是講什麼國家安全為大前提 水炮車你就買這麼多 就增添這些 銳武裝甲車 增加胡椒蛋 吼你老米 這些胡椒槍 現在警察執勤 分分鐘也有兩支槍 剛剛看過這個招募日 又有這個吼你老米 平時射出來的槍枝 也有加多一支胡椒槍 比玩具差人玩 你就等不等多錢 而在這些幫香港人做事 服務香港人盡忠職守的公務員 他們的工作 他們的工具就留甲仇兼殘舊 你說你們的大細超 是多令到吼你老米 這些香港的市民和公務員 吼你老米 站在你的對立面 希望有機會 盡可能的 就還回死者一個公道 看民署 不要再扮烏龜 立即吼你老米 給回一個說法 死者的家屬 撞在浩原 大了嗎 現在 你以為這樣 你可以解決到這件事嗎 拆口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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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达到了40万的目标 感谢各位无私的支持 是我们坚持下去的强心针 但目前香港的社会气氛 独立网媒继续肯讲真话 敢于变策权威 无论在政治风险和广告收益上 所面对的挑战实在难以言语 MHK多TV要继续为文发声 保育香港文化传承 传来各位订阅我们的节目 和撐压我们的营运基金众筹计划 营运确实艰难 至少每个月要有港币 8至10万的订阅和众筹的总收益 MHK多TV才可以维持目前的营运模式 否则我们就很快要跟各位网友说再见 记住谁会珍惜当你还拥有 如果各位网友想香港仍然有我们 MHK多TV这把声音 大大声为各位导致不平的事 可以用以下各种方法实际行动 将我们这把火燃烧下去 感谢观看